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又带来一个这个毛线的勾织 那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个比较了新奇的这个毛线针 它呢是这种金属的一个材质 然后两边呢,我们都是可以在织的时候都给它放到中间 这样它就会在织的时候慢慢的把它往下掉 然后比如说我们这边呢,它是有两种不同的毛线的花纹 我们这边呢,是简单的这个从左边质到右边 然后中间这个小的V型的花纹 那这边呢,就有点像一块这个垫布之类的那种的米字型的花纹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可以把这两种花纹呢,去给它勾制出来 两边可以看一下,它的这种呢平板的或者是米字的花纹都是非常的好看 两面都是比较好看的一个类型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经典的V型 是和之前呢,大家制的衣服啊,毛巾啊,或者是毛衣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我们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从这边先给它开始 从我们左边上,左边的手上要给它打结 大概是20厘米长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食指上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呢,是把它放到下面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手去给它进行个勾制 在这边呢,是给它穿过去 或者呢,是可以给它织的慢一点的话 我们都是用我们的左手这样给它绕过来 拉过来 拉过来,我们这样穿过来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编织我们的手绳一样 都是这样给它穿过去 九针 然后我们的第十针 我们可以看一下,差不多呢 现在就已经是足够了 那我们这下面呢,是它的一个针角 我们可以把它呢,是从我们的左边带到我们的右边 现在呢,它会被拉下来 然后从我们这边稍微的给它用一点点的力 给它勾过来 然后这边呢,也是 给它拉过来 现在也是在给它从我们的左边呢 穿到我们的右边的钩针上 左边 然后后来 接下来我们换到右边 现在呢,看起来就是像这个样子 现在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第一个给它取下来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是把它逛在我们这个右边的针角上 现在我们是又要把它进行一个变换 现在在这一边 现在在这一边 现在可以看到这边呢 我们两个都是在这个上面 这边呢,是有它的左边的这一根线 然后这边呢,是要慢慢的 是把它把它放到这个细的钢丝线 它会慢慢的往下掉 我们可以再来给它再做一圈 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的线会慢慢的变长 然后现在呢,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就是这样按照这个的模式 去给它稍微的拉长一点 那过了几排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线呢 是往上这样拉下来了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V型 都已经是织出来了 那这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慢慢的拉长 然后按照同样的一个模型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手法 我们可以继续的给它进行一个勾支 从后面和侧面看呢,都是这个样子 现在呢,就像这边 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拉过来 我们现在呢,是要给它织一个帧数为基数的 这种的连排的帧 四帧 四帧 五帧 在这里 油 油 榫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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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呢是給它再穿過來 現在呢是最後一針 現在我們繼續可以把它往下繼續的勾之 我們現在可以把它繞過來 然後慢慢的去給它穿到我們的右邊 從左邊這樣抓過來 但是每次的話呢都是要上下上下進行一個兌換 然後在最右邊的地方呢也是會給它停下來 最後這邊呢去給它拉出來 然後再給它繞一圈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右邊 再給它抓到我們的左邊 左邊還有它的右邊 然後最後呢我們這邊的右邊 然後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邊呢是兩個 都已經可以看得出來了 然後我們這邊看起來呢也是完全的一樣的 然後右邊 然後再給它抓過來 然後這邊 最後這邊呢也是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呢是一樣的花紋 就像我之前呢是在上面跟大家介紹過的 它的這個花紋呢是一個小米子型的 然後中間呢是相互的連接起來 有點像一個小的井子 非常的緊密的一個花紋 然後在它的背面呢 然後在它的背面呢其實也是差不多的 這邊還有它的兩邊呢都是相互連在一起 然後這上面呢也是相互的連接著的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的一個 連接 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小的 小的這個串串在上面 還有這一邊呢是它的一個區別 然後其實這兩邊呢都是非常的寬的 如果你是想要織一個非常大的一片的話呢 可以多給它多織幾針 這邊跟大家介紹的呢 只是一個基本的一個勾織的手法 就是一些勾織的一個基礎 當然如果你是想要織成成品的話呢 其實還要織非常非常多的 然後是要自己非常想非常多的一個創意在裡面 這個呢是一個相互的這個變換 如果是比較的這個熟熟的話呢 還可以把它的顏色 毛線的顏色 給它進行一個更換 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錯的 我覺得如果最後支出來了的話呢 也會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啦 希望你能夠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呢 不要忘了給我一個大拇指向上的讚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視頻的下方 給我們一個訂閱 那麼我們就下期再見 希望你能夠玩得開心 看得愉快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啦 掰掰